CVT变药箱它到底有哪些优缺点 一台CVT变药箱到底能开多少公里 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车企都在大批量使用CVT变药箱 尤其是日系的本田丰田日产包括三菱 还有韩系的现代企业 美系的拖用 包括我们国产的吉利 奇瑞 长安 都在大批量使用CVT变药箱 它的优点呢就是结构比较简单 内部的零部件相比AT变药箱会少很多 所以它的尺寸可以做得更小 更适合很多小型的家用轿车 再加上燃油经济性比较好 市区行驶呢比较省油 还有CVT变药箱属于一个无机变速 换挡基本上没有感觉 舒适性比较好 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CVT变药箱是通过钢链 或者是钢带的摩擦传动 它就有磨损 而且CVT变药箱呢 它一般乘成的扭矩没有AT变药箱 或者双离合大 所以后期呢它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也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说的 它比较娇贵 所以一些硬派的越野车 和一些比较注重动力操控的家用车 一般都不会使用CVT变药箱 但是CVT变药箱 对于我们家用城市代步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CVT变药箱 它没有真正的档位 它换挡之间咱们几乎没有感受 而且发动机啊 基本上不会处于空挡状态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AT还是双离合 在这个变药箱换挡的时候啊 你都能看到这个转速表 会有一个上升或者一个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车辆的一个顿挫 但是CVT几乎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的平顺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CVT变药箱 因为在传动效率方面要比AT好一点 在市区代步 它的油耗也是比较好的 一台CVT变药箱 它的寿命到底有多久 到底能开多少公里 我相信这个呢 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 其实CVT变药箱的内部结构 还有它的工作原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内部呢 就有两个锥盘 锥盘之间呢 是有链条或者是钢带来带动 它们的工作方式 就是靠改变一个锥盘的大小 来实现它的传动比 其实这点跟咱们的变速自行车非常相似 那钢带和锥盘之间的连接呢 靠的就是压紧力 就是咱们所说的摩擦传动 如果在工作当中 钢带和锥盘之间出现了打滑 对变药箱来讲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因为打滑以后它就会发热 它钢带和锥盘的金属特性 就会发生改变 后期这个钢带 就有可能出现断裂的问题 像早期日产很多的CVT变药箱 最终出现的问题呢 都是钢带断裂 它就是因为内部的一个电子阀 导致整个锥盘压不紧钢带 后期造成钢带发热以后 材质发生变化 钢带突然就会断裂 所以现在很多车企新推出的CVT变药箱 都在尽量避免打滑的出现 还有呢提高钢链 或者是钢带的设计寿命 比如现在丰田的CVT变药箱 它一档二档用的就是链条传动 这样可以减少钢带的磨损 现在很多CVT变药箱 它的设计寿命 都能达到30万公里左右 像这个公里数啊 大部分都能满足 咱们家用车的一个需求 但是影响CVT变药箱的寿命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咱们的驾驶习惯 毕竟CVT变药箱 不管它是钢带传动 还是钢链传动 都是靠的摩擦传动 所以呢它或多或少 早晚还是会打滑 如果咱们的驾驶习惯比较激烈 那CVT变药箱 它的寿命还是会受到影响 一般不采用CVT变药箱的另一个原因 还有呢 CVT变药箱对于后期的保养 也是比较注重的 因为CVT变药箱靠的是摩擦传动 它对油液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咱们后期在保养的时候 一般CVT变药箱呢 都建议大家使用原厂的CVT变药箱油 很多搭载CVT变药箱车厢啊 在发动机舱内部就会有一个标签 提醒你更换变药箱油的时候呢 必须使用原厂认定的标准 所以对于我们家伦来讲 CVT变药箱它并没有那么脆弱 只要你后期开车习惯不是太激烈 保养的时候最好使用原厂的变药箱油 它是不太容易坏的 而且CVT变药箱因为它的平顺性和节油性比较好 适去代步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不管哪一种变药箱 它都有缺点都有优点 就看咱们的需求是什么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汉 再见